安省华人健康联盟也将邀请多名的省选候选人 于6月7号在万景市城市广场 讨论有关亚洲移民医疗保健的策略 一项本国的研究址 居住于本国10年或以上的移民中 有5成6的人属长期的病患者 比较居于本国10年或以下的新移民高出2成多 这位在14年前由中国移民到多伦多的杰西卡 刚来本国时面对很多的压力 婚姻又不幸出现问题 令自己患上忧郁症 而语言不通也令他求医困难 我们虽然可以讲一些生活上的英文 但是英文上的专业术语 我们真的都是很难搞得懂 为了加强省府对移民健康的关注 安省华人健康联盟将在6月7号举办一个 名为为健康投票的活动 邀请了多个省议员候选人 分享他们对移民健康的见解和策略 我们希望可以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很多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 他们来的时候是健康的 但是在来到之后两至十年 他们的健康就是下降得很厉害的 我们希望新的候选人新的政府 当选之后是可以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可以建立一个专门针对移民的健康的策略 城市电视姚金报道 对于我们学校的等候选者